我是中央大學衛理系的朱慶琦 在中央大學衛理系任教 是這個假日科學廣場活動的主持人 也是計畫的執行者 非常歡迎各位今天在週末的午後 尤其是在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裡 為什麼特別 因為今天是我們中央大學的校慶 所以可以看到校園裡頭人很多 來慶祝我們的校慶 因為是中央大學的校慶 我們今天請到的這個獎子 跟中央大學有非常大的淵源 就是我們這個佐老師的公子 就是我們中央大學的高材生 也是我們物理系的物理研究所畢業的高材生 那所以說這也是為什麼 佐老師這麼熱門 我們還有機會請得到佐老師 來擔任我們的獎子 那我要跟在座的所有的朋友說一聲 哦 我們的台聯大的業副校長來了 那我們鼓掌歡迎我們的任務長官 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對我們這次活動是多麼的支持 你看 笑氣 然後我們副校長這麼忙 他還過來跟我們指教這樣子 好 那我繼續說 這個活動是由中央大學以及國科會科教處 科教處所補助的一個科目活動 那非常歡迎各位朋友們給我們這個支持 批評指教 但是今天來到這邊的朋友 我要告訴你們你們有多麼的幸運 因為這場活動太熱門了 多麼熱門啊 我們在場只有八十個名額 那你知道多少人報名嗎 將近三百人報名 所以你們可以抽中籤 然後來到這裡是非常的幸運 那所以我們也必須要跟目前在線上 收看這個加熱科學廣場的朋友 一方面跟你們說聲抱歉 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但是呢 今天的活動 您在家裡準備好這些A4的影音質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做 那不會有太大的遺憾 好不好 那我簡單就介紹一下卓老師的經歷 卓老師的經歷其實最有趣的是 我們卓老師是一個中群老師 然後在這個苗栗的卓蘭實驗高中任教 那你們可能會猜說 哇 做紙飛機的老師應該是教自然的吧 錯錯錯 卓老師是教國文的 國文老師喔 坐飛機你看 做的比我們這些教物理的老師好太多了 就是 卓老師會坐的這個飛機種類喔 超過6000多種 然後呢 6000多種 然後它創下52米8的這個紙飛機飛行的距離的紀錄 然後我們的這個資料已經不夠新了 滯空飛行時間33秒 什麼叫滯空飛行啊 你那個飛機飛在空中然後沒有落地的時間 33秒 你想想看 超過半分鐘 可是 就記錄 馬上改 馬上改 你們知道新的紀錄是多少 44秒 這是最新的紀錄 所以 卓老師前不久才遞到這個最新的紀錄 44秒 所以我不曉得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你們今天坐的飛機大概可以 制空飛行多久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 你們一定會在這個坐紙飛機的過程裡頭 得到非常多的樂趣 那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我們卓志賢 卓老師 請大家日落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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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各位副校長 還有各位大朋友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每一次來這邊上課 其實我是最緊張的 因為這個 談到科學談到物理 這裡好像有點在 觀光面前耍大刀 那我也知道 我多年來研究了紙飛機 跟各位分享 我研究紙飛機到現在 我是從我大學的時候就開始研究了 大概二十幾年 那個時候我讀中文系的時候 順便有空的時候就玩這個 那從那時候開始研究 研究到現在 那我說我剛開始研究絕對是外行 完全的外行 因為我是讀中文系 我比較感性 那個飛機我純粹是欣賞它的美 欣賞它的美 那麼這個我研究到現在 從剛開始的時候 我是純粹感性美感 喜歡飛機 後來慢慢去研究 是非是非是非 那後來就慢慢的 其實紙飛機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怎麼折 另外一個是怎麼飛 我剛才是研究怎麼折 怎麼折 那越折當然 到最後越來越多 到最後怎麼飛 這個怎麼飛才是最大問題 我是覺得蠻幸運的 有一些朋友剛好也喜歡這個 有一些比較 當時比較大的朋友 比較那個的 我會請教他們 然後我可以看書 然後再實驗 慢慢慢慢得到印證 那時候這二十幾年來 我就在 不管是責或是非的方面 這個 有一些心得 那我紙飛機其實 到現在大概將近八千總 八千總 不是八千價 那可能超過一萬價以上 到最後變成訓練 到最後變成是 不 沒關係 那大概到那個 我跟你說 我做紙飛到現在 不是靠靈感 是什麼 每天是聯手反應 聯手反應 我今天做了 跟明天會有一定關係 每天來 就是很自然做下來 他就會做 他就會做 或是說 我看到任何東西 我爸說你 我常常講 只要對稱了都可以飛 我看到對稱的東西 我都把它想到飛機上面 那我以前都研究那種直飛的 因為我喜歡戰鬥機 直飛 我這三年來 這三年來 我都研究自空的 以前我不認為 我在這方面 可以得到進步 可是這三年之後 這三年我在研究這個自空的 後來慢慢發現 我常常跟人講說 我是從一張發票開始 一張發票開始 發票把它做成像翅膀 然後從這個開始之後 有一次在試飛的時候發現 飛魚飛 它將近二十秒 它嚇一跳 我想說 這東西竟然可以這樣飛 我們從 我們在學校的學生 剛才都看到 大家傻眼 那東西怎麼一直在飛 好像它自己在飛 或是從那個飛機開始研究 一片一片 翅膀形的 開始研究 後來 等一下 我放給你們看 裡面 有一片就是翅膀形的 那也有 那種整架像鳥的 總之像鳥的 那飛起來 在天空可以飛 蠻久的 那我從去年 我記得那時候來的 就是33秒 那之後 有35秒 36秒 39秒 41秒 到45秒 我告訴你 44秒不是飛最久的 飛最久的是什麼 飛出去到現在還沒回來 飛出去飛走了 飛很久 好嗎 我們現在開始來看 大概 我目前這個 滯空大概有 大概有 大概有大概700架 700種 700種 我們現在來看看 好來 我們現在看 這個用這個 用這個 對 對 這個是 21秒 你看是特技飛行 特技飛行 我們慢慢看 我們慢慢看 這裡也是特技的 你看是當片而已 你會感覺好像他自己在飛 然後那個33秒我沒有帶來 我直接等一下飛到40幾秒 好 你看 再來這個 鳥形的出現 這下好像是35秒 那因為這個 腕型很像鳥 所以常常有那個鳥會飛過來 不去攻擊他 等一下有螢幕 我跟他別拍兩次 等一下不看得到 這個是從那個發票飛機 之後研究出來的 就是我稱他為翅膀型 因為他只有翅膀 只有翅膀 這一家是飛35秒 那後來飛到五樓高 上面有一個水塔 撞到水塔 不然的話 這一次其實可以飛很久 碰 撞到水塔了 五樓的水塔 你看我爬到上面去 然後我爬到上面去 然後拍下來這麼高 我跟他說我的紙飛機 都從地上丟的 不是從圈上面丟下來的 放在這邊 這圈圈飛機 這飛了18秒 你看看 圈圈也可以 這圈圈的 你看它停留 停留在那個空中 這個 這個 利用那個風 氣流 這一架好像大概36秒 這一架好像大概36秒 你看到它的飛機 這個鳥飛機 它 再來你看看 看清楚 這裡有鳥 會飛過來 看到 它會以為是真的鳥 它會去攻擊它 好 這個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厲害 風箏 旁邊有人在放風箏 這個是比較奇怪的 奇怪的飛機 你們看 照耀飛很不容易 照耀飛很不容易 它只要像那個幽浮 它慢速的時候 機會是掉下來的 再來你看清楚 再來這個 好像是39秒的 你看它在空中自己 以自己為軸線往上升 我這個飛飛 常常後來都掉到樹上 再來這個 再來這個41秒的 你看遠遠看老鷹 好像老鷹 我們那附近有那個老鷹 跟這個很像 它是利用空中盤旋 各位大小朋友你看 你仔細看 看它怎麼路徑 它是一個盤旋 跟那個老鷹的路徑是一樣 那麼這樣 它在逆風的時候 它會取得那個勝利 它會往上飛 而不是掉下來 你仔細看 而且兩岡層內 幾乎 天氣幾乎非常好 再來你看 這個44秒的 你看 它很聽話 好像它自己在飛 你看 你看 你看它撞到 撞到繼續飛 再拍一個就好了 再拍一次 這個是44的 就剛剛那個的 再拍一次就好了 這目前我拍到最久的 44秒 我們學校 這建築物蠻高的 這個下來的話 就關掉了 好 OK 謝謝 謝謝 這個是我這三年來 研究的東西 有沒有 這比較新的 那這三年來 我研究這種子飛機 鳥的這個飛機 那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我這裡有帶來一些 說明給你們看 不過我們現在不是做出來 因為這個 這個難度比較高 而且很麻煩 很麻煩 這個 千千的在這裡 千千的在這邊 千千的 你們等一下 如果你們可以再看 我最早的時候 設計的是這種飛機 這種飛機 這個飛機 是屬於紙飛型的 你看 這像戰鬥機的那個 這個形狀 車看看 車看看 這個 要應觀眾要求 我怕會丟到那個 好來 試看看 有時候他不聽話 好 試看看 謝謝 謝謝 其他不要試 太沒有了 你看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我剛開始 坐這個飛機的時候 就是我從那個 發票開始 然後後來 發票 他給我一個靈感 就是說 如果要讓他飛的話 可能 因為鳥的難度比較高 比較高 那我就從翅膀 把他試飛起來 可以 再來 加上頭 也可以飛 再來 再加上後面的 你看 這個剛開始 一片的 這一片的 再來 加上頭部 因為你每一次 你剛才加一個東西上去之後 它的整個那個 那個重量 重心 還有它的那個 整個那個配 配置的那個 全部都改變 有一隻 這隻好像會那個 對不對 來 不知道是不是 那一隻 應該不是 我們要寫在這邊 這下飛看看 對不對 那我說頭 加上去之後 再來加上尾巴 你把它加上去之後 可以飛 接著可以飛在那個 試看看 其實這個東西是要往上丟 丟上去 取得那個落差 高低的落差 那高低落差它本身 會產生了一個勝利 藉著那個導流 讓它勝利 我們試看看 可以看看 來 麻盤一下 拿那個頭 拿頭的地方 那個 麻盤拿到這邊 那 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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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之後 基本上 尾巴好了之後 再加上腳 這個腳分成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單腳 像這個介教是單腳的 單腳 而且剛開始還抽象 不像腳 那抽象的時候 試驗可以說單腳 然後再來 兩腳合一 兩隻腳讓它合一 慢慢拆開 慢慢慢慢那個 到最後才兩隻腳那個 因為最近在展覽 所以那個 那個 有腳的那個 現在在那個展覽場 好不好 那最後一個最困難的 就是裝身體 這個身體 我告訴你 我現在這鳥飛機 到現在還沒有百分之百 是成功的 大概剩下百分之十 就是這個身體 這個身體 加上去之後 它又產生另外一個 一個屬於另外一條線的 一個運動線的一個障礙 那麼這個還是要再解決 是可以飛的 但是它不是一個很穩定的 我就覺得到現在 三年研究這個東西 那 藉著這個東西之後 再把這種鳥的 這種飛行的原理 加到飛機上 你們可以看到這種飛機 看起來像鳥又下飛機 就是我把那個 研究鳥的那個 飛行的原理 再加上這種飛機 這個是叫組合式的飛機 組合式的 你可以看到 頭飛拿出來 你看這裡有黃土 有沒有這裡有土 可是這架飛機 試驗過很多很多次 有沒有 那這個等一下 我要試驗給你們看 因為我們今天 搞定試驗一個 前置重量 重量 飛機 不是 不是 越重就越不會飛 不是 像這架 我重量加越多 有沒有 它反而越會飛 所以我們以往 我們對飛機很多東西 我們都以為丟上去 它會掉下來 你看剛剛那個 那個飛機一上去之後 它不是掉下來 它是往上升 那我在學校 每次在學校丟的時候 我們學校有高中 國中很多學生 他們看了 看了傻傻的 有沒有 沒有看過這樣子的 因為一般認知不太那個 你看這個 這個 然後呢 慢慢 到最後 我把它原理 就慢慢又讓它變成飛機 其實我研究鳥 其實就是要回來坐飛機 這對飛機比較那個 這個等一下如果來看 那麼這一個 這架就 比較平常的飛機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以前坐這個不會飛 是因為坐了鳥飛機之後 把它放回來 它才會飛 我很喜歡這一款的 那種小型的 那種飛機的模型 這飛起來很像 非常的像 那我這裡還有幾種 像這一個 這個是最早的 這個是米格21 米格21 模型的 這個可以飛 可以飛 而且飛得很好 這個過照 那就說 我研究這子飛機 剛開始我是把它模型 把它放進來 然後把原理放進來 後來發現 原來 他們講的所謂的那種氣氧力學 就是那種飛機的 這個外型 怎麼流線 空氣它怎麼流 原來它這個原理在裡面 重量把它做成像小型的這個 飛起來它就跟那個戰鬥機一樣 就有那個樣子 對不對 看這裡還有 這裡又比較奇怪了 對不對 比較奇怪了 這個也可以飛到回來 那你等一下來 你可以看 謝謝謝謝 拿下面那個 對那一塊 這個是翅膀型的 那個飛機的延伸 很多學校在 在那個什麼 很多學校在做比賽 就說 那一張紙給你做 做的時候 然後往前丟 我告訴你 這個單片的一張一丟 會飛很遠 它一下來會飛很遠 有時候 你有一點氣流的時候 甚至你怎麼樣 放著 我手放著 手一打開 一打開 嘩就上去了 就上去了 那重點在哪裡 你看到這叫飛機 那前面一定是比較重 後面一定是比較輕 那前面負責重量 後面負責 倒行 倒流 倒流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 再來一起講 好不好 好那今天 時間不太那個 我們要趕快做 好不好 先把它放進去 這個 這個 好 這個我要停 放在 放到那個 好現在可以開始發那個紙 好不好 先發兩張 先發兩張 好拿到這兩張紙把它拿起來 來 我們看一看 小朋友都知道 這一張紙是什麼形狀的 紙 方形 對不對 方形 我告訴你今天我準備 做各種不同形狀的 用各種不同形狀的紙來做 對不對 那 前面我們做比較簡單一點 其實後面我盡量 因為我回去準備一些比較 今天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好做 因為你的時間沒有那麼長 好來 拿起來紙拿起來 兩張的先合起來 沒關係 來合起來 直直的對不對 直直的 來左右兩邊對折 左右兩邊對折 好 對折 對折的時候 要對的準確一點 準確一點 兩邊一起 兩張一起 兩張一起 那麼因為底下折出來的這個飛機 會有一點相關聯 對不對 相關聯 好 折好之後你看 像我用手有沒有 把這個 把它縮一下有沒有 那一條線很固定 那一條線很固定 好 好 要對準一點 盡量對準一點 這個紙飛機 還有 你要盡量保持這一張紙很平 知道嗎 你不要折到最後要變成那個抹布 有沒有 抹布也可以飛 有沒有 好來 現在把它打開來 要把它打開 好 打開 打開 變成兩張 好像在變魔術 有沒有 打開了 好來 你看中間有一條線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有 我跟妳說 從下開始 以後折的時候 折的時候 盡量 剛剛就兩邊盡量要對準 另外 折過來的時候 盡量不要超過那一線 不要超過那一條線 你可以留下一點點 小小的一個縫隙都沒關係 這樣會比較好折 好 現在開始把兩張往下折來 往下折 你看我們準備折成尖尖的 注意喔 我剛剛講過 都不要超過那個中心線 不要超過中心線 你盡量看準那個中心線在哪裡 兩張都折 兩張都折 折過來 兩張都折 中間留一個小小的縫隙都沒關係 你看我留了縫隙其實蠻大的 蠻大的 那個 不要把它兩邊卡在一塊 等一下 不然的話 比它兩邊合起來那個地方會鼓鼓的 把兩張都折喔 兩張都要折喔 兩張都要折 然後中間留一點小小的縫隙 你看喔 這個 你看我這邊這個留的縫隙很大 留的縫隙很大 你看看兩邊有沒有剛好 角度還有那個 你折過來也剛好一樣 折好之後 要旁邊把它刷一下 旁邊把它刷一下 旁邊把它刷一下 那個角度那個線 來 把它刷一下 那麼其中一架 這兩架裡面其中一架 是我們常常在折的 另外一架我們從這個 從這個 常常在折這個飛機 把它稍微改變一下 我跟你說 然後所有的飛機的發展 都是從我現在折的這一架 開始的 對不對 好了嗎 這個動作做好了嗎 好了 你看喔 你看喔 我現在有刷了 你們可以看到那個 好再來 再來一樣喔 你看喔 從這個前面 這個尖尖這個地方壓著 然後怎麼樣 再往裡面折 再折進來 你看 很多小朋友說這個我也會 對不對 對 來 來 兩邊都要折喔 兩邊都要折 那這個時候折過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喔 你就看看喔 這一邊的角度 跟 這兩邊的角度 有沒有剛好 長度有沒有剛剛好 有沒有 稍微合起來看一下 對不對 有沒有剛剛好 沒有的話你稍微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這個時候開始就會變形了 很多紙幣就要開始變形了 這裡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邊邊的角度 長度 這個邊邊的長度 你可以先預先這樣合起來 看一看有沒有剛剛好 差不多 對不對 兩張都要折 兩張都要折 來 兩張都折 兩張都折 兩張喔 你看我折過來 中間還是那個縫隙還是在喔 折好之後呢 折好之後旁邊把它刷一刷 刷一刷 然後呢 順便要看一下有沒有兩邊的那個 長度有沒有剛剛好 沒有的話呢 稍微把它修正一點點沒關係 修正一下 到這裡都沒有問題啦 對不對 這個 常常折的 然後你看看呢 折好的呢 把旁邊刷一刷 那你順便呢 順便想一想 你剛剛折進來 走到這邊 本來是長方形的 現在折進來之後 前面變成尖尖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小妹妹有沒有看到 尖尖的 這個除了折成尖尖的以外 它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人知道 把它折成尖尖的 重量 它重量怎麼樣 集中重量 集中重量 基本上本來前面跟後面 它重量其實是一樣 可是我們現在把重量集中進去啦 集中進去啦 好來 來 好了嗎 好了之後呢 來 現在把它擺在這邊 擺著 來 你看喔 漸漸的朝左邊 好了 漸漸朝左邊 朝你的左邊 左邊 好 好了之後你看喔 現在把它 合起來 兩張都合起來 都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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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起來 好 好我們來開始變啦 到從現在開始 就開始不一樣 還有一棟是一樣的 還有一棟是一樣的 好 再來喔 再來看 好了沒有 現在跟老師一樣 兩張 放在你的桌子前面 都朝 尖尖的朝左邊 朝左邊 朝左邊 再來 這折了這一棟 兩下都是一樣 好 可以折了嗎 可以了喔 來 現在你們看看喔 如果你是漸漸的朝左邊 有沒有 那麼那個兩邊合起來 朝前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有一個角度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角度 有沒有看到這一邊 有沒有看到這一邊 有沒有看到這一邊嗎 看到這一邊 這一邊呢你可以點出來 中間在哪裡嗎 點出來中間在哪裡 這裡 點出來中間 好第一個 第一個來 你如果有拿筆 你可以點 沒有的話沒關係 先那個 你用暫時的把它點一下 第二張 第二張不是中間 好不好 第二張你先中間把它找出來 也是中間 中間先把它點出來 點出來 點出來 兩張都點出中間 有筆了 太好了 好來 兩張都點出中間 點出中間 好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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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出來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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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架 好 第二架 現在寫一跟二 表示第一架跟第二架 好 第一架跟第二架 寫出來 你寫在哪裡也沒關係 你要知道可以分辨出來就好了 好 再來 你看喔 第二架 找出來了嗎 第二架剛剛不是也是點在中間嗎 有沒有 來 這個中間跟下面這個地方再點一個中間這裡 再點一個中間 來 本來在中間 然後再往下也是點中間 這一點 點出來了嗎 點出來 點出來在旁邊寫那個A A 好 A 寫A 好 再來 第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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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點了那個中間點 一樣 寫一個A 寫一個A 這個A 好了齁 來 第一架 第一架拿出來 第一架拿出來之後 你看齁 大概 拇指 左手 拇指來 好 你看齁 好 看這裡齁 這裡我要講別的那個 來 剛剛是右邊對不對 現在呢 放尖尖這個地方 從尖尖這個地方斜上去 有沒有找到 尖尖的斜上去 好 尖尖的這個地方摸一下 自己先來 用 拇指 左手的拇指 反而 壓著 大概那個拇指的寬度 拇指的寬度 拇指的寬度 你看齁 拇指的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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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概到這裡 如果 因為我們不讓用尺量 如果你記得 尺度的話大概兩公分 知道嗎 沒有很大齁 剛剛拇指 為什麼呢 因為小朋友拇指 跟其實那個 跟他 他有一定的那個差別 沒關係 大小大概在那個 沒關係 好來 點出來 點出來之後寫個B 寫個B 表示怎麼樣 有兩點 我們剛剛點出來一個A點 一個B點 對不對 兩點就變成拉成一條線 好 來 1 1號的飛機 來你看齁 看好 要不要折了齁 剛剛點出A跟B 對不對 找出來了齁 你頭不要點太大齁 你點太大 等一下你飛出去 頭就 就掉下來齁 好來 你看齁 A跟B 把那個線 你看齁 把上面的記憶 對準A跟B 把它折下來 折下來 來 你看來 你看齁 看一下齁 我現在來你們的位置齁 還是用我的位置齁 用我的位置齁 來 你看 A在這裡對不對 V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看到 來 就是從A跟B之間齁 劃一條線 你不要劃 用劃 我劃就好了 你不要劃了齁 你看齁 從這裡 點點 點 點 點到A 是不是有一條線 然後那條線 把它折下來 折下來 來 你看齁 再看一次來 有沒有看到 A點 還有一個B點 對不對 那你想像 A到B之間 有一條線 有一條線 那這個把它折下來 好 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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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是一邊而已齁 另外一邊要 往反方向怎麼樣 再折過去 往反方向折過去 來 這裡有一個 你說上課兩筆對不對 原子筆最好 滑滑的 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個折好之後 你往中間 中間往前面 中間往前面 再往後面這樣刷一下 刷一下 這個指配器它那個角度就很固定 很固定 好 你現在折的 要看看齁 你現在折起來的時候 你要看看齁 要看 跟老師一樣 扁扁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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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折下來 另外一邊 反方向一樣折下去 就是變成扁扁的 扁扁的 扁扁的 好 好了之後 然後 有沒有覺得比較困難的有沒有 好 第一架車好了嗎 第一架車好了嗎 還沒齁 那我再重複做一下動作 再放慢一點 我再重複一下 看到A 我們剛剛找出A 然後這裡有一個B点 大概一個拇指的方度 然後這裡想像一條線 折下來 往那邊折下來 各位大朋友 這個是小時候折的 還記得嗎 請老師來申請 應該是要告訴他 看守秘書的照片 對 由家長來幫你 好 來 第一架 第一架 還沒折好舉手 第一架 好 沒關係 再等一下 好 如果第一架已經折好的來 我們拿出第二架 第二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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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 我應該這樣放還是這樣放比較好 這樣放咧 還是這樣子 這樣子 好像好了 好 來 剛剛我們有點出一個A點 有沒有 找出來了 A點 V點 一樣 你看尖尖的這個地方有沒有 尖尖的朝上去尖尖的這個 一樣從尖尖的那個地方 一樣有一個拇指的寬度 拇指的寬度 把它點出來 拇指的寬度 點在那個斜斜的那一條線 斜斜的那一條線 斜斜的那一條線 然後這個是寫上V 寫上V 好我先把它畫線畫出來 你看 這一條線到這裡 那第二架 第二架 第二架飛機 這個寬度 有沒有 好啦 你看我現在把它畫出這一條線 來 從A到B這裡 有沒有 好找到了嗎 好了 因為用磁量 會耗掉時間比較那個 來我們看 A跟B 然後你如果找到A跟B 把那個線 把上面折下來 折下來 來 不一定要用那個B 這個 這個線 找得到嗎 A在這裡 B到這裡 如果你折起來 折過來說差一點點 沒關係 因為它不是那麼的準 好 折下來 那麼兩邊 反方向的折過去 反方向折過去 折好之後 一樣 你看我用柄 從中間往前 從中間往兩邊刷 兩邊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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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那個 來 第二架 第二架 我再講一遍 第二架 如果你還沒有那個 再講一遍 找到那個A點 A點 你可以看到它大概 四分之一的地方 那麼那個B 一個拇指寬 找出來之後 那麼A跟B之間 這裡有一條線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然後把這個折下來 那另外一邊 往反方向折 反方向折 折起來是大概這樣子 你看第二架飛機 折出來是這樣子 還沒好 這只是那個而已 先折而已 好 來 好 來 好了之後 第二架 這一棟折好的舉手 這一棟折好的舉手 放下還沒折的舉手 來 折起來 如果你已經折好的 你可以這樣子 所以老師一下 從中間往兩邊刷 這樣基本上它會比較平 你不要從那個 從上面這樣直接刷下來 它就會變形 你從壓住中間 往兩邊刷 那個折線會比較平 你看有一些飛機 你會現在看起來 有一點這樣 皺皺的突突的 那個表示你 你不是從中間往兩邊刷 這樣刷過去 它比滑滑的可以刷 可以刷 再來 看起來好像有點那個 來 第二架飛機 第二架飛機 來現在拿起來 第二架飛機拿起來 現在是這樣對不對 好 來喔聽清楚喔 你看喔 第二架飛機 把它放回去 那一條線再放回去 你看看著那一條線 再把它還原 還原 再放回去 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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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喔放回去 放下來 放下來 反而壓平 壓平 那剛剛那條線 已經在那裡對不對 再來 一樣喔 我現在按照你的方向 尖尖的朝左邊 兩邊合起來的 朝前面 朝你的前面 朝前面 好來 剛剛耶 剛剛那個中心臉 中心臉 找出來了嗎 剛剛中心臉還在嗎 好 再往上面一樣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再往上 再往上二分之一 你把它寫個A A點 往上 往上二分之一 寫一個A點 往上 就是下面的四分之一 那個上面也是四分之一的地方 這個A 找出來了嗎 這個A 有沒有 找出來了 新的A 那麼這個再來 再來喔 看清楚 再來這個斜斜的這個地方 斜上來這個地方 用一樣一個拇指 拇指點兩格會不會 兩格就是剛剛那個頭部那個 就是你剛剛那個尖尖的頭部往上延伸兩倍 兩格 兩格 拿兩格之後寫個V 我再講一次沒關係 用拇指 在那個V點有沒有 那個上面 就是這樣子好了 從那個尖尖的往斜上去 你用拇指的話 往上面點一二三 小朋友點四得也可以 小朋友點四得也可以 大人的話就點少 上面二三 一二三 那找出來呢 寫個V 有沒有聽不懂 還在講一次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那麼好了之後 你把那條線 把那條線標出來 標出來 標出來 好了嗎 好 如果你已經標出來的話 從上面點 你看 那個A點到V點 把它折下來 折下來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個筋液 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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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塊 這一塊 來 我們再講一次 你先從頭部斜斜的這個地方上來 好了 這個地方 斜一斜這個地方上來 前面 你看 用拇指 一個 兩個 三個 小小 也可以到四個沒關係 好 這個地方 找出這個點 那麼 這個左邊這裡 這邊 是到 從中間往上二分之一 往上二分之一 好 找到這把這一塊折下來 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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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一樣 都要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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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折了 好 基本上如果這一棟折好之後 就折 但是我們現在 要做另外一個動作 兩架都折好了 舉手 都折 再一個 好第二架還沒完成 OK 好了 那個第二架有沒有 不會的 有沒有 有沒有需要再講一遍的 有沒有 那我再講一次好了 那個最後的那條線 那個尖尖的這個地方 三格 然後你後面這個地方 從中間往上面 二分之一 把這一塊折下來 這一塊折下來 這一塊折下來兩邊 好 好了之後 來 第二架折好了嗎 還沒喔 因為我們有那個 有小朋友 這個各位大朋友 因為我這個飛機 通常我們出去 出去上課 我們都是以 大概三四年級 三四年級 比較容易懂那個 因為這個折的那個 概念會比較那個 所以 不過呢 現在貼得比他們的折也很好 來 我們現在折好之後 我們把第一架先拿出來 第一架 好 第一架你看 我現在 你先看我這裡 我現在畫三個東西 三個東西 在那個第一條線 第一架飛機 第一架飛機 一樣尖尖朝左邊 開朴朝前面 兩面可想朝前面 好你看 我現在在這裡畫一個 畫一個那個 那個 類似公字 或是那個H 怎麼辦 你看中間 後面也是一樣畫一個 前面也是一樣 前面 第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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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兩架都可以 等一下再那個 來第一架先訂 這個 有沒有知道畫這個要幹嘛 有沒有畫這個要幹嘛 以前我們坐紫飛機 做好 像這樣做好之後 基本上是開開的 有沒有 開開的 開開的其實不太符合它飛的那個原理 那為什麼開開的不行 開開的 你空氣跑進去 因為你這個全部都鬆鬆的 它裡面正來正去 還有空氣跑到裡面會亂 那飛機反骨會飛 我們現在主要是要把它兩邊合起來 那合起來怎麼合呢 你看我現在 我這裡畫了三個定書針的那個 三個 定的時候你從中間定 而且從下面定 你看我從前面開始定 你大概定到那個折線的下面一點點 定下去 中間先定 中間要先定 中間要先定 你看一個 從中間先定 中間 中間定好之後 你要定前面 或是定後面都可以 要定三個 定三個 基本上要定三個 定三個 注意要從中間先定 中間先定 中間先定 中間先定之後 你在定前面 定後面都可以 中間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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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再來 如果你已經定好的 你先定 你先定 如果你已經這樣 可以先看 我現在 第二架 要定在這個地方 定在我們剛剛整個 第二架的第一條線那裡 好 好 那為什麼要 中間先定 你如果從兩邊定好之後 再定中間 絕對會拗出不停 它會往前 裡面會鼓起來 來 來 第一架 定好了嗎 我們要趕一些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飛機要折 如果你定不下去 太熱的話 老是這邊這個 丟出去就定 有沒有 好 第一架 如果你已經定了 再來第二架 第二架 一樣 先朝左邊 開口朝前面 把它先把它弄平 把它弄平沒關係 然後 剛剛的第一架飛機 第一架飛機 一樣 定三個 定三個 中間 前面後面 定到第一條 你不要定到那個上面 那條 第二架 定下面那一條線 一樣 中間先定 中間先定 好 中間先定 好 中間先定 好 好 第二架飛機也可以開始定了 從中間 定好之後呢 再定 再定後面或是前面 都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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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已经订好可以拿出第一架飞机 那个订的位置有没有问题 注意第二架飞机要订在下面那一条线 不是订在上面的线 第一架飞机订个位置 你看我再讲一次 现在我把它换成这样位置 刚刚我们这个第二架飞机有折两条线 就是比较下面的这一条线的中间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定一个 然后前面再定一个 你看大概我们刚才折了那个第一条线的地方 后面再定一个 如果不会定的话可以拿来 拿来我给你讲也可以 好 这个等一下所有的飞机几乎都会用到定书针 有没有用到定书针 所以要赶快把它写起来 好 那个如果已经定好了可以先拿出第一架飞机 你看我现在拿到手上 第一架飞机 你看第一架飞机 好了吗 来第一架飞机 你看看 走好之后 第一架飞机 可以把它记忆 来 第一架飞机 拿起来 你看到第一架飞机 我们先把它刷 刷一刷 压着把它刷一刷 没关系 这个角度 第一个让它冲锁 再来大家看到 第一架飞机 第二架飞机 再来要把那个 那个什么 机 让它朝上一点点 然后再放下来 朝上一点点 所以这架飞机 你要从前面看 后面看 它是有一点微微的往上 微微的往上 微微的往上 因为它中间 没有多一个构造 垂直翼的构造 所以它要微微的往上 微往上 有没有 你从正面看一下 后面看一下 是不是 轻易微微往上 微微往上 不要太敲到上面 也不要压下来 微微的往上 我们称这个角度 称这个角度 叫做反甲 往上的那个角度 这个叫上反甲 你几乎看看 所有的飞机 都有这个角度 都有这个角度 好 再来 第二架飞机 第二架飞机 第二架飞机拿起来 来 第二架飞机 刚刚折起来是这样 先这样子 来 弄到最后那一栋的 最后那一栋 最后那一栋 好 先把它刷一刷 这个可以从前面往后刷 往后刷 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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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出它有一个波浪的 有一个波浪的 有没有 你看一看 你从前面看 或从后面看 它有一个什么 波浪的 有一个像那个 W 然后倒过来 对不对 有没有 有没有 这样子 如果有这样的话 就可以了 这一个 好 来 看来好像近 差不多 有没有 还没有那个 跟上进度的 有没有 好记得 第二架飞机 这个要把它刷一下 它才会打开 那这架飞机 第二架飞机 你看它的角度 我说 每一架飞机 都有它的自己的一个角度 那个角度 你要把它找出来 它才会飞 你看看第一架飞机 它第一架飞机 它就微微的往上 那 第二架飞机 它有一点 这个什么 波浪 有一点道德鱼 那你像 第二架飞机 像怎么样 往先往上 然后呢 那个边边 斜斜的 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这个 往上之后 那个角度斜斜下去 不能朝下 不能朝下 要斜斜的 斜斜的 你像有没有斜斜的 各位有没有看过 滑翔翼 滑翔翼 如果电视上有看到滑翔翼 它这个样子 其实就要滑翔翼的 那个角度 好了 之后来 看看第一架 看一下 检查看看 有一点微微的往上 好 我也往上 好 好 再来 好了 好 你坐好 举手 我们等下去 我怕后面会那个 好来 来 动作快点 那 站好了 好了 等一下我可以站起来试飞吗 可以 好 来 到这里 现在呢 把两架飞机先放着 先放着 然后你已经折 还没折到你就继续折 折好的 看我这里 怎么办 诶 废漆 如果要讲原理 才太 太 这个 太不 叫深 那那个 真的飞机 跟这个飞机内 它其实 他们原理 他们利用的部分不一样 这是一架 看起来比较像飞机的 看起来比较像 比较像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 一个大的机翼 还有一个小的机翼 还有一个 凸起来比较高的 这一个 是什么 这个叫什么意思 这个叫锤子的 锤子围翼 为什么叫锤子围翼 你看你想像空 空气 飞到这里的时候 空气把它夹着 这个然后刷过来 然后就会把它往前夹着 这样夹着之后 让它围子往前直飞 这个叫锤子围翼 画面这一片 这个叫做什么东西 叫做水平围翼 为什么 空气过来 它是这样刷 刷下来 刷过去的 刷过去的时候 会把它这样刷的 平平的 然后让它往前 往上 往下 把它负责这样子 这个负责这样子的方向 那这个负责什么东西 尽量把它拉到 这个负责来让它水平 拉到水平的位置 所以 这个围翼 叫做水平围翼 这个叫做锤子围翼 那这个大的机翼叫做什么 所有的飞机的重量都是这个在支撑 所有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主翼 叫做主翼 那指飞机 飞机为什么会飞 因为机翼 那我们以前通常在讲真的飞机 都是在讲这个机翼的这个面 那飞机它本身有动力 它有动力 它喷了之后怎么样 它就往前冲 那真的飞机 这个我怎么简单讲 因为没有办法讲那么多 真的那个机翼 你看从侧面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下面是平的 上面是有一个幅度的 有一个幅度的 下面是平的 就做类似这样子 我马上把它做出来 类似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类似 类似这样子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机翼 如果你以后 你做飞机后那个有看 类似它的机翼 是这样子的 那你看 空气从这边平平的刷过去 下面是这样平的 上面是有一个幅度的 上面有一个幅度 我问各位 来 空气你看 它这样 这样往前冲的时候 空气往后刷 往空气这样往后刷 你看这样刷过去 全部各位 空气这样刷过去 同样一起这样刷过去 谁的速度不要快 上面比较快还是下面比较快 下面比较快 有分歧了 对不对 我再讲一次 空气从这边 然后捆到 然后后面同时刷过去 没有 上面比较快还是下面比较快 来 认为上面比较快的 比较快 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好了 八个 来 认为下面刷过去比较快的 举手 占大多数 所以飞机很多的观念 都跟我们想法刚好都相反 都相反 都相反 我告诉你 上面比较快 为什么 你同样 你想像上 同样从这个地方 碰到 然后到后面一起倒打 跑到后面 谁要加速 当然是上面要加速 对不对 上面要加速 上面一定要加速 那就来了一个原理 这是我们一般解释 飞机的 但是其实呢 它跟纸飞机还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讲了 下面会速度比较慢 上面速度比较快 那个白努力原理里面讲说 速度快 压力就会变得比较大 还是比较小 速度慢的时候 那个压力会比较大 还是比较小 我这样做给你看 我这样做给你看 这个是机翼 速度快的时候 刷 速度慢的时候 哪一个压力比较大 慢的时候 压力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记得 先把它整合一下 从下面刷过去 速度是比较慢的 所以它压力比较怎么样 比较大 上面比较快 所以它压力比较什么 比较小 那下面比较大 当然 它所拥重的是 做那个 它飞起来了 你们去坐过飞机 有没有 坐过飞机到就 就飞起来了 有没有 就飞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凡武力原理来解释 不是解释 解释 有没有 速度 跟压力的关系 那是真的飞机 那我们的紫飞机 你看 因为这样子 我们刚才讲说 那个飞机 所以飞机要起飞的时候 再来第一个 大家 搞不清楚 我请各位 真的飞机 飞机要起飞 跟降落的时候 起飞跟降落是一样的 起飞的时候速度要快 降落的时候速度也不能慢 它维持一定的速度 可是又不能掉下去 所以 那个速度也必须要 那 一个速度快 一个要速度慢 可是又不能掉下来 他们都同样 同样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生力 生力 产生生生力 我刚刚讲过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看 这个东西 你看 你看 这样胎了就好 因为它没有年轻 你看 你看各位 这是一张纸 你看 我现在往前 哎 它有时候起来了 有没有 再一次 你看 你看 这软软的 我现在把它有点斜斜的 就那个 你看 等一下 我问你那个主意 哎 起来了 它会飞 你看 我问各位 飞机要起飞的时候 它这里有一块 有一个 可以上升可以下降 这一块大的基因 是要往下压 还是往上升 起飞的时候 起飞的时候 要往下压 还是往上 往下 往下 我刚做的给你看 跟这个有关系 你看 我这个是往下压 还是往上升 你看 它就起来了 有没有 就起来了 这个常常会搞分的地方 就在这里 大家问你 主意是往下压 但是 水平为例 是往上还是往下 往上还是往下 刚好相反 还有往上 一个说 主要往下压 后来往上 但是它们都产生生力 都产生了生力 产生生生力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有差别 为什么前面是往下压 后面是往上升 为什么 为什么 来啊 这个就是 就是它 我们常常误认为的地方 我们现在把它想象成 来啊 这个是 关键在这里 想象成中间这里有一条 轴线 一条轴线 你看 有没有看到 飞机有三条线 运动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什么问题 中间这条线 它变成这样子 有一条线在中间 它会这样转 另外一条线 横的 这样子转 就刚刚这一条线 这条线 知道吗 那么有一条线是什么 上到下 怎么样 左右转 左右转 三条线 这方式飞机运动三条线 都会找得很那个 好来 那为什么会不一样 来看到 大人推到桶 就听一下 为什么那个主意是往下压 或者手机会往上 我刚刚讲过 中间有一条轴线 要把它找出来 我现在把它抓到轴线的地方 这里是往上翻的 现在假设往上翻 我把它翘起来往上翻 让它产生这里 怎么产生 飞机 现在这个是往下压的 往下飞 往下飞的时候 这两块 空气流过去 流到后面之后 流到后面之后 怎么 那个空气会压到这里 会压到这个 后面翘起来的 后面翘起来的 会压到这里 压到这里 压到这里会怎么样 你看喔 我在想象压压 本来是这样往下 压压压压 變成这样子 头抬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压了这一块 你看喔 压了这一块 我现在中间轴线在这里 它空气流过去之后 压到这里 压到这里 从后面把它压下去 压下去之后 头抬起来 头抬起来之后 就我们刚刚这个 头抬起来之后 那个空气 就跑到这个地方 跑到这个地方 跑到这个地方 就被它倒下来 被它倒下来 那倒下来的时候 它压到这里 就把它撑下来 你看 就是这个原理 这个 空气 起到这里来 你看喔 它出起来了 就是支撑起来 有没有 就是支撑起来 那也就是说 空气流到这个地方 它压过这里 往下 它就会变成这样 空气流到这个地方 再挤压这里 挤压这里 是要顺便把它撑下 所以有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 所以这个往下压 这个后面往上撑 最主要 指这些用的就是 这个叫水平尾翼的原理 而不是利用到 那个白骨的原理 好不好 好 那现在 还有另外一个发现 要再讲 再来我们刚刚包进去 包进去很多东西 对不对 一层 两层 是不是 本来这一张纸 从头到尾都是重量 都一样 可是因为我们前面 把它包进去之后 它就变成 重量哪里比较重 前面 前面 对不对 如果我这样放下去的话 是头朝下 还是尾巴朝下 当然是头朝下 对不对 它表示说 前面的重量被怎么样 被集中了 被集中了 这个重量很重要 这个重量很重要 当这个重量包进去之后 你一丢 在丢的时候是丢这里 就是在丢这个地方 你没有想到这下飞机丢出去 是丢哪里 丢这里 那个重量 集中丢出去 那丢出去之后 空气就滑过去 滑过去之后 再借由后面的改变 后面的改变 后面的改变 这个我们就不要讲 我们就直接讲那个 那后面的改变 要让它翘起来 要让它翘起来 等一下 我们要直接試飞这个 要不然 試飞这个 你看 刚刚讲重量 对不对 重量往前拉 然后空气往后刷 往后流 流过去之后压到这个地方 然后压了之后 它再把飞机头抬起来 那这个一下 以上 就平衡了 一下以上就平衡了 对 这里 虽然不太那个 我们应该要飞了 我是怕会适当 小朋友注意一下 我往前丢 对不对 你看 这样子 往前丢 好 来 谢谢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 其他的那样那么多 所以我们这里 另外那个就不要实验了 好 来 现在 起来 我们要开始那个了 两架都要 都要 等一下 等一下 后面这两个脚 稍微往上一点点 来 往上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太大 后面那个脚 后面这个脚 往前翻一点点 往前翻一点点 小小的脚 小小的脚就好 小小的脚 还有这一架也是一样 稍微往上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了 一点点 还不够 还在那边 对 你看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可以看一下这个角度 看能不能招得到 所以 老师我们要出去试飞 对 OK 好 大部分小朋友们 待会我不要出去试飞 试飞之前要先做几个准备动作 第一 你的飞机上就好写上你的名字 飞的乱七八糟 已经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已经写好了 第二个就是 贵重物品还是请您最先期待 但是包包啊 水壶啊 雨伞这些 都暂时在这边有问题 这边还是会有学员留守 OK 各位 好 那左老师有没有提示 那个记得 第一架飞机 有一点稍微往上 记忆喔 稍微往上 第二架飞机 你看喔 那个角度要注意 不要朝下 那边边啊 那个不要朝下 好了齁 好了之后呢 就那两个角度要稍微往上 那两个角度一定要翻起来 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套桥会推 稍微往上 好 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到外面飞一下 快点齁 快点齁 三分钟 好不好 快点 快点 我们有时间不要压缩 再来的这一架飞机 再来这一架飞机齁 这一架飞机做出来之后呢 它看起来浮醒像一个中央的钟 好不好 所以我决定把它请移叫中央号 用在这里 这一架飞机我正式命名为中央号 好不好 把这一架飞机做出来之后很立即感 因为它有两个轮子 有两个轮子 这一架飞机把它变成正方形 会不会 变成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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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快点齁 变成正方形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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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幾千種的紙飛機你記得起來嗎 我告訴他絕對不會 不可能 但是我每一種飛機我都會留一個 一個很遠景的抵擋 都會留著那個 不然的話我看了之後 當然會比較有概念 但是也常常會忘掉 好來 刷起來 把它撕下來 或是你 你把它刷 用手的撕氣把它刷久一點 再撕就很漂亮 太漂亮 這個撕這個就有一點 對以後我們主委會先切 好不好 我們先切 來 動作要快喔 今天這一章剛過練習沒關係 快點 快點 時間一分一秒的再過 好了 可以了嗎 中心線找出來 如果你已經弄好了之後 那個中心線 中心線 找到了嗎 快點 來對角 對角 尖尖的朝上面 你剛剛撕的比較醜的那一面 在你的右前方 沒關係 對不對 現在把它放 固定把它放在右前方 好 來 好了沒有喔 好了沒有 快點喔 一分一秒的過 好 如果你已經幫好了之後 那一條線 對準你 那一條線 好 開始了 你那一條線 把它分成三等份 會不會 把它打出來三等份 那麼前面的那一個等份 往下折 往下折 來 三等份 三等份 沒關係大概就好了 三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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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那一等份 把它折下來 三等份 三等份 其實大概都可以 不要拆太多 好 上面那一個折下來 來 上面那一等份 折下來 上面那一等份 折下來 好了喔 要跟上了喔 我們已經開始再折了喔 這下折好了 我打算再做一架 好不好 你不希望嗎 我想說振這個機會 那個 好來 再來 好了嗎 可以了喔 可以了要開始喔 快點 好翻過來 翻過來 翻過來 翻過來啊 再來 折下來 剛好折到哪裡呢 剛好 兩邊的腳有沒有 好 剛好折到兩邊的腳 折到裡面 走 那他这个尖尖的 两边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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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他用指 用笔摔刷 笔摔刷 好 好 来 再来 刚刚这一栋下来 对不对 这一栋下来 好 等下不要翻错 就像折的这一栋 对不对 好 再翻过来 翻过来有一小片 有没有 看到一小片 那才正对啊 好 再来 看到中间那一条线吗 好 你看 来 压着那一根 那一小块 把它折下来 一样还要留出一个缝隙来 绝对要留缝隙 不然的话 底下会那个 一定要留那个缝隙 留缝隙 有缝隙 两边都要折 那个缝隙大一点点没关系 底下才会那个 折下来 你看我这个缝隙其实蛮大的 缝隙蛮大的 好 变成四角形了 变成正方形了 好 可以了吗 折下来 好 再来 再来会比较麻烦一点 好 再来还没 还没 下一栋 好 来 再来看清楚 好了吗 这个在最短站的时间 叫你们这个 所以有一点 比较那个 来 看到这里 一条线 有一个小盒 有没有 这一条线的最上面 反正点出来 点出来 这里 还有 这一块的边边 这一个地方也点出来 其实都有 比较容易看得到 这里跟这里 看到吗 这个不是折线 这是对准线而已 我等一下要你对准这里 这里 来 这个找出来了 找出来了吗 要看到 这个 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点找出来 你可以看到 这一点 然后这个 到这里 看到吗 好 看到就要行动了 来 你看 你看 走起来 你看 把它折 里面的这一块 翻过来 刚好 从这一个角度 有没有 翻过来 刚好对准 折是从左 折 这一块 刚好就到点的 这个地方 有没有 然后走到 刚刚的低点 那个地方 走过来 两边都一样 两边都一样 两边 好 两边都一样 这个对准点 它不是折线 两边都折起来 是这样子 来 你看 这样子 再看一次 这个点 然后还有这个点 找出来 两个点找出来 然后折的时候 这一块 你看 这一个点 这一块 折到这里 折到这个地方 到处基准点 可以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 OK 好来 再来 再比较麻烦了 你们记得 刚刚那个反折吗 这一块 这一块 你看 这一块 把它放下来 然后怎么样 反折过 反折到里面去 然后再把它反折到里面去 再一次 再一次 来来来来 这一块 你刚刚折的这一块 把它放下来 然后再把它反折到里面去 一样 那一边也是一样 反折到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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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这一洞的时候 折这一洞的时候 这一条线 要把它刷一刷 用湿器把它刷一刷 它才会 转过去的时候 它才会变成一个角度 然后你看 放下来 然后把它折进去 有人知道 折进去这两块是什么 主意 垂直尾意 平显尾意 哪一个 当然是主意 他等一下用来那个的 好 好了吗 你会觉得 刚刚第一架跟第二架很简单 然后抽到这一架就比较麻烦了 好来 再来 好了吗 好了 不是 你要走到这里才对 对了 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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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酒精的味道 好像有一个地方 但是基本上算是对的 你有一个地方可能 那个长度没有走对 所以没有斜斜 没关系 一样 因为这个是斜的 不是直的 好了 再来 把它合起来 两边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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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 两边 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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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起来之后没动 合起来之后 你怎么样 要刷一刷 刷一刷 好 刷一刷 好 再来 再来 再来也是比较麻烦 再来 你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凹角 有没有 有没有 凹角到这里 等一半 中间一半就好了 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的一半 这一块 这一块 你看这里有一个角到这里 也就是说 那个先找中心点 然后再二分之一 整个的中心点在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好 这个当作A 这个当作A 然后那个B的点在哪里 来你看 如果那个的话 从这一条线直直对下来 就是这里 这个当作B 这个尖尖的对下来 到这里 好 那么这里也就会有一个小角 出来 小角 来再 没关系这里会比较快一点 来我再讲一次 这个凹的 凹的这个角 这个当作中心点 再往下二分之一一半 这个是A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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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B点在哪里呢 你那个尖尖的 我刚刚讲 这个 头的尖尖 头的厚厚的尖 朝左边 这个两边合起来 朝前面 朝前面 这个尖尖的画下来 尖尖的画下来的 这个点刚好就是B 就B 好把它整个折起来 折起来 这个小角 折起来 你看折起来之后 是要跑到这里面来 跑到这边来 来一个角折起来 那你折好之后 用手刷一刷 刷一刷 来 好 好 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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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那个角度 就这样就好了吗 没关系 卓老师可不可以 麻烦你再回到 这个 好 再来 好 是刚得过来 这个动作 我从这里开始了 现在很多人 开始那个 开始打结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做那个鸟飞机那个 比方做到最后一团 好 来 从这里 从这里开始你看 这里 这个点对不对 这一条线这个点 然后这里 这个点 这是对准线 走过来刚好对准到这里 对不对 对对准这里到这里 一样 那这一个把它摔一刷之后 你看 折好之后 这一块再放回去 这块也放回去 然后你看 把这一块 这一块 把它 反过来 反过来 摔到里面去 摔到里面 摔到里面 还 这一块也是一样 这一块 把它摔到里面去 摔到里面去 摔到里面去 放进去 你们已经做了 就不用再这个 好了之后 这两边 折起来之后 你看 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 包起来 包起来之后 这一栋 我想这一栋 比较那个 到这一栋的时候 尖尖的 要是厚厚的 那个 朝你的左边 朝你的左边 然后呢 比较 比较薄的 那个尖尖的 朝上面 放着 因为我刚好三个脚 三个脚 厚厚的朝左边 要记得 好 那这里有一个 刚好这里 到这里的中心点 再往下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这个找出A一点 那那个B点 是那个什么 对准这一个 对准这一个 最下面这里 B点 那你看 这里 这里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三角形 把他折起来 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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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到这里了 来 那个给我 可以 可以 这里就是这一个的 二分之一 反一 这里那个脚 各分之一在这里 对对对 其实这样就可以 因为这个是大概的 对对对对 对对 哦 很多人卡在这里了 哦 很多人卡在这里了 这里 对啊 好你看 这里 这里 对啊 好你看 就是这样 这一块 你看 这个B点 A点 就是从这里 间接的往下对 对付到这里 那么这个A点 是这里的二分之一 这里是刚好 这里的一半 是整个的一半 这里是四分之一 好 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折上来之后 把它刷一刷 刷一刷 好 刷完之后呢 就跟刚刚一样 怎么样 凹进去 反折凹进去 反过来 刷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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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齁 好了齁 好 来 好来 现在把那个 把它刷固定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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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折 折两 哇 这个还要折三动 对吧 来 这里 找出来那个角 这个角 一样 尖尖朝左边 厚厚的尖尖朝左边 两边合起来 那个尖尖朝前面 你有看到一块 小的垂直尾翼 突出来 那也朝前面 好 这一个角度 有没有找出来 这个角 这个点 找出来 写上 好 好 再来 再来 注意喔 用食指 你用的 那个食指 食指第二个 手指头 那个头部尖尖的斜上去 那个地方 用一个食指的宽度就好了 食指的宽度 大概 两公分 不要超过两公分 好 这个写个V 然后你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从V到A 有没有 好 再讲一次 一定要到这个角 一定要到这个角 这个角 它头的地方 也是一个食指的宽度 斜上去的食指的宽度 好 好了之后 你把上面折下来 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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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折下来 还有这边也折下来 再讲一遍 折下来之后不要打开 折下来不要打开 尽量用笔把它刷 刷得越扁量 越平越 那个厚厚的 前面厚厚的地方把它刷一刷 这一栋我再整一遍 这一个脚 这一个脚 这个地方 A点 那V呢 V呢 前面尖尖的往上斜的地方 用食指一个宽度 食指一个宽度 好 那么这一条线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到这里 好 这一条线把它折下来 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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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两边都折 两边都折 好 好像越来越难 我必说 这架如果你做得出来 这架其实很像飞机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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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开始折心了 好 可以了我把它摔一摔 好 再来 可以了吗 可以了之后 我看这个 来 那个头部的地方 我看 头部的地方 一样 那个机身 切下来 这条线跟 那个什么 头切下来 这条线跟 那个机翼切下来 那个点 当做A点 方法 那个地方 两条线交汇的地方 两条线交汇的地方 你看 头跟机翼交汇的地方 当做A点 找到了吗 找到 来 这边 好 好 有没有看到 好 再来V点 你看 要找V V点 V来 你看 上面这条线 上面这条线 有没有 这条当做一条线 一直延伸到后面来 有没有 从这个地方 你看 你用 十指 你要小一小不了 直接盖 那大人的话 大概 那个旁边那个 一个就可以 整个铁上去也可以 大概那个 大概到这里 到这里 这当做V点 如 我不晓得 你如果折得准的话 刚好这一个 这一块比较薄的地方的中心 中心点 有没有 有 有那个 刚好比较薄的中心点 中心点 好 这个当做V 对 因为它正方形的直 好 把它折起来 往上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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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架飞机 如果你在家里折 你可以拿V式的直来做 它做起来比较大直 好 好 好 来 A点是在这里 A点刚好那个 记忆对不对 跟头的交叉点 好 然后那个V点 刚好是这一块 后面这一块 这一块比较薄的 这个地方的中心点 中心这个位置 中心点 好 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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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折起来 好折起来 比较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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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做得越像 它就很多地方要利用 那要利用的话 做出来 它会变成越来越强 好 还有一段 这动作 就可以了 来 可以看到 这个配件拿起来 你看一下 这里有一小片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一小片 这一个 你们看一下 那个 一小片有没有看到 这一块 把它平行折下来 就好 平行折下来 跟下面底线 平行折下来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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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一块 折得下来 平行折下来 这一块 有没有 这一块 看得到 两边都要折喔 平行折下来 要跟这个平行喔 平行 这一块 来 你看喔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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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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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 可以 两边都要折喔 两边都一块 好了 好了之后 一样用指 用那个笔把它摔一摔 摔一摔 摔一摔 没有声音 好 好 来喔 再来 打开了这一架 基本上不要定 要定 那如果你用B式的指 的话要定 好来 现在开始了 你看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的时候先抓着头 抓着头 抓着头 你看喔 用手 用手 来 这个这个手 把它刷下去 刷下去 好 再把它撑上来 撑到平 平了之后 反过来 把那两块 打直 把这两块 打直 好 有没有 那两块打直 好 翻过来 你看 这一架飞机 你看一看 你看 是否有两个轮子 两个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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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架飞机 如果你坐得好的话 它飞起来 其实是 蛮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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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有做一下 白的 这一架飞机 好像没有声音 这架飞机 我不晓 我现在能不能飞 刚坐好是会 再那个 可以看看 好不好 试看看 试看看 噢 回去再订 现在这里不用订 我现在把那个 好来订那个 订书 订书机下去 再试看看 有一点变形 订的时候 回去的时候 订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订 一样从中间先订 然后再订前面 再订后面 这两架也是一样 那这一架飞机 飞机 飞机要记得 这一架大人飞机 要飞后面哪个 脚要伸差哪个 这个 这两架速度都属于比较快的 如果你定起来的时候 它速度会很快 而且 还有这个头比较硬 我怕 这个 有时候 射到这个身体 其实蛮那个的 你们可以 如果在家里 跟小朋友做 把这个头剪掉 不要让它尖尖的 让这个头都剪掉 然后 这个 这架飞机 它可以直飞的 它可以直飞的 好 麻烦一下 它速度会比较快 速度比较快 速度比较快 这架飞机 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说要做这个实验 那这架飞机 我之前已经飞过了 所以那个头已经变黄了 好不好变黄了 你看 那个朱老师 我要飞过去了 你看 你看我这两个 这重量 就是加一倍 或加一倍 你看这架飞机 我们现在讲 重量对它有多重要 好不好 你看这架飞机 我现在丢出去的时候 你看 就下来 它会呈现什么东西 然后呢 就下来 这样一个 一个形状 你看 当我再把它加一个重量上去的时候 重量上去的时候 你看 这样这个第二个重量加上去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 角度啦 角度 它正常的时候 这个不够重 正常的时候 是应该 它会 会比较 比较 险一点 好 比较险一点 那再来 都也再加重一点 你看 加到重量的时候 这个重量的时候 它头就有点重重了 它就会开一点 拿头部 记忆不要碰到 到第三次来的时候 加很重的时候 它就变成怎么样 变成这样子 它无限 它就会贴地飞 贴地飞 好不好 也就是说 我刚开始讲说 重量 重量不是问题 不是说 越重它只飞去 就越不会飞 不是 就是说 如果你去利用到这个东西 那你看 像这个飞机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重心点 大概会在这里 因为这个不好 重心点在这里 在这里 那如果 请我们把它加上去之后 加上去之后 那个重心点 就跑到前面来了 跑到比较前面 从中心点 这个地方 就跑到这里 所有的飞机 做好之后 重心点 一定是在中间的前面 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 从前面算过来 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 知道吗 那个索尔的飞机 你做好之后 重量一定要在 中间往前 这一个 三分之一的地方 那个是最好的 那个才有飞的可能 如果你做好之后 那个紫飞机 你放在中间 那个重心点 它是跑到后面 那下是不会飞的 表示前面重量是不够的 我们紫飞机没有动力 所以它本身要靠那个重量 重量去丢 然后清晨落差 这个才是它的那个 我们要再继续 所以 还要再做下一架吗 对 还可以做吗 可以 还可以做一架吗 可以 要不要 可以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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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我们谈幸福 就是说 朋友们你们如果是 想要赶时间的话 那没有关系 就是 就可以提到一些 因为卓老师难得来 我们现在做最后一架 但是 我要做圈圈飞机 好 圈圈飞机 从来没有跳过那飞机的时候 这个比较快 很快 很快就做完了 好 再拿一张快点 拿一张 正方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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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 正方形 反變成正方形 在指示前方形 顧面告訴各位 我前面的牧場有一隻鳥 我把牠錶起來 然后送给我们这个卓老师 这个飞了一点才飞到这里 等一下你可以来参观一下 但是不要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群形的鸟 群形鸟 这鸟可以飞 它就飞了很像那个鸟 群形鸟 包括有脚有身体 等一下 你们二人可以参观 对 那一下是战斗机 好 赶快来 用最快的速度 圈圈的飞机 好了 不好意思 来 我坐下来 好 开始 圈圈飞机 比你想象的还简单 它其实就我刚刚讲的 你重量配对 什么形状都可以飞 好 开始 尖尖的 有没有 把那个中心线 有没有 中心线 你今天一下子 这个塞这么多 回去你把那个飞机 把它保留下拆开 慢慢慢慢再复习一下 来 你看 好 一样 开始了 还没有 开那个 来 快点 动作快点 那个湿 湿一下没关系 那个很丑没关系 好 开始了 来 开始 上面这一块折下来 折下来 剩下多少 大概用拇指 大概两格 两格 两格 两格宽 一格宽 一格宽 我看留一个就好了 留一个 一个就好了 一个 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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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拇指呢 大概这个尖尖 这边留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就好了 那个 差距不大 没关系 那个 其实不太那个 好了 好了 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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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吗 好了 好了 放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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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来之后 这一块要折 折到 中间 这个 从这里 到这里的中间 这个地方 折到中间这里 有没有 折到中间 折到中间 折到中间点 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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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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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说一说 说一说 好 说一说 好了吗 好 好了 再来 还要再折 要开始了 再快一点 好 再折下来 再折一半 再折下来 一半 再折下来 一半 再折一半 再折一次 再折一半 对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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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折 再折 折的过程都不会下折肌 折一半下來 然後把這一塊要縮得讓它平一點 好 再來 你看喔 再來你看喔 現在是這樣子 你看喔 來 往裡面 來 你先看看這裡有一塊 對不對 旁邊一塊 這裡旁邊有一塊有沒有 旁邊一塊 好 你看喔 剛好等一下這一顆的尖尖把它切到這個裡面的 裡面 一邊當作那個什麼 當作葉片 當作V 你看 你看 合起來 對 然後把它夾進去 夾進去 夾進去 剛好夾進去 那個 來 你看 再來 你看 你看 這一塊 跟這一塊有沒有 你看 把它合起來 慢慢慢慢慢慢 這個往外擠 往外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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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刷刷刷到這裡 你看喔 往過來 然後這個地方有沒有 剛好把它切進去 有沒有 剛好夾住 看起來像一個帽子 有沒有 有沒有 切進去 你一切進去 剛好切到那個 它就會剛好 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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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切進去 會剛好卡住 你看 來 再一次 再一次來 這兩片 兩片這個夾這一塊 你看 彎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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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 剛好插進去 剛好 卡住 剛好 卡住 好 你已經 把它切進去了 來了你看喔 中間這一塊 這一塊 定書針 從中間這個地方 它是它另一個 另一個形狀就跑出來了 形狀跑出來了 形狀跑出來了 形狀 好了來 再來 這一架飛機 我跟你說 雖然是圈圈飛機 我告訴你 如果是完全的圓圈 比較不會飛 不會飛 但是你把它變成 壓成橢圓 壓成橢圓 增加下面這一片的 它的那個支撐的面積 壓成橢圓 你也可以把它變成長方形的 也可以長方形會更好飛 因為它那個垂直翼的空門會跑出來 那這個邊邊 這一下比較麻煩是這個後面 來喔 這個看這裡都要剪刀 我們今天都沒有動刀剪刀 動刀剪刀 你看喔 這一個後面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兩邊 兩邊我要剪 剪兩個小片 然後讓它當成 我們前面的飛機 我們要飛多讓它 往一個腳上來對不對 我們這個用剪的 你看喔 這個尖線的地方 我後面我把它抓的這樣 兩邊合起來有沒有 抓後面而已 你看喔 來 我們看看 這樣子 這個 這樣子 來 你看喔 這一塊 這一塊斜上去的這一塊 有沒有 來喔 看喔 斜上去喔 下面這裡有一個邊對不對 對不對 平行的 平行的 大概你看喔 大概一公分的上面 剪進去一公分 然後再往前 大概兩公分也可以 一公分也可以 我是剪兩公分上去 你看喔 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線對不對 這個斜上去 斜上去 往上面大概一公分 就是大概 頭髮 其實這個 不準啦 不用那個那麼準確 然後你把它剪進去 一公分 一公分大概 就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大概十指的那個 那個寬度 那個側面的寬度 然後你再往前面 再跳一個 再剪一公分進去 一公分進去 那剪要平行喔 你剪的方向要平行 剪的方向呢 要平行剪 平行剪 剪一公分就好了 好了之後 你把它打開 打開 把它用平 這個要刷平 然後呢 來到這邊 刷平之後呢 這一塊 你剛剛剪這一塊 把它往前壓下去 然後再刷到後面 往前壓下去 然後再刷到後面 刷到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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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不用那麼高 剪進去 其實 一公分啊 不要超過一公分 比它後面 對 你看 大概就這樣 這一條線都在 你剛剛剪錯了 兩邊合起來剪 剪起來 角度也一樣 然後呢 飛機要記得 我們剛剛講過 是 你看是 扁扁的 有沒有 我們稱這個叫做什麼 有沒有 這大聲叫什麼 鯊魚嘴 這個我把它取名叫鯊魚嘴 那個鯊魚 那個沒有肉的時候 骨頭看起來就這樣 好像要咬人 有點像那個什麼 那個豆腐沙那個 那個嘴巴 對不對 飛個東西 這樣子 基本上扁扁的比較好飛 為什麼它面積還有那個 上面 這個變成水瓶為翼 兩邊的牆壁 兩邊的這個壁 也是垂直翼的功能 那這個呢 負責水瓶翼的功能 順便產生生力 那怎麼丟呢 你看 飛的時候拿著旁邊這樣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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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配一次 再來 再配一次 你看 你看 它會咬 壓一下扁扁的 口言的 扁扁的 扁扁的 小心 小心 可能那個剪的那個 比較麻煩一點 要特別注意 剪的那個 就是要平行的剪 剪大概不要超過一公分 那這一塊呢 這一塊呢 往前壓再往後刷 往前壓再往後刷 那要飛的時候 注意 底要讓它平的 底要平的 它變成一個火圓 變成一個火圓 然後拉上紙 拉上紙 然後紙紙的丟出去 紙紙丟出去 紙紙丟出去 喔 這個 開始那個 好 可以試看看 那在寫名字喔 記得喔 紙紙的平平的 平平的 紙紙讓它 紙紙的出去 紙紙的出去 如果你往右邊翻 表示右邊太高了 如果你往右邊翻 你要把左邊拉高一點 或是這樣低 右邊一點 你要往哪一邊偏轉 表示那一邊是比較高的 喔 好不好 可以試看看喔 試看看喔 試看看喔 好 喔 這個 我看你要會不會飛喔 可能還要再 實現一段喔 好不好 那各位大朋友 各位小朋友 來先坐下來 我們今天的指揮機 我們就到這裡 好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 各位大朋友 跟小朋友來這裡 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來 好 謝謝 好 今天新同學很多喔 還不知道你們的標準程序 我們最後會有一個頒獎 主題這個問卷填寫 那剛剛還記得周老師說過 要抽籤喔 中間率是不是很低很低啊 兩百多三百人才抽中八十人 但是我們有開放另外一個管道 可以變成VIP喔 但是如果您非常認真 很有誠意的幫我們寫您的回饋喔 然後告訴我們您的感受 您的意見 您的建議指教等等 我們會從每一場的 科學廣場裡頭 抽出一組 我們覺得最有誠意的 寫得最好的一個問卷 然後邀請他們接下來的第二場 下下禮拜會配進來 因為下禮拜已經公布了那個 抽籤中籤的名單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 可以盡量表達您的意見的心會 那情況可以解釋一下 那在這之前 借大家的手一下 雖然你們的手很辛苦 今天坐很多紙飛機 但是這個時候很重要 因為要借你們的手鼓掌 我們要代表科教中心 謝謝我們佐治全 佐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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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打一個飛機啊 好 打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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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個